各位朋友,你們好 今天跟大家一起做炆冬菇 為甚麼呢?因為快要過節 大家都很想做一些過節的食品炆冬菇 其中一種大家都很喜歡的食品 我自己拍片沒有拍過 所以很想拍下留為紀念 另外一件事就是 最近我平時買開一些很厚的日式花菇 這些是在我心容店買的 很厚、很漂亮 最近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喜歡了團購 團購網也說有些冬菇很漂亮 我沒有買過 所以我又去八卦買 買了一些冬菇回來 今天我用這一種冬菇去炆冬菇 那種冬菇和我平時的冬菇 第一件事我看到有不同的是 它沒有釘 很多的釘都要去完 其實我自己覺得不太好 我不是太喜歡這樣 不過我買的時候不知道 因為看不到 在網上拍了一張照片 就說買 這些就像是中國產的菇 但它沒有告訴我 在哪裏 但它經常在網上 團購中 很多人都說很好 所以我就買來 發掘一下馬來西亞 那冬菇第一件事 最簡單的一件事 首先我要沖乾淨水 先沖乾淨水 沖乾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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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洗净 平時浸冬菇不要一次過淚落水浸 因為冬菇始終曬過 放過在露天的地方 放到那麼多地方才來到手上 所以最好 沖洗一次 再一次 再換一次水 然後再浸 不需要太多 剛剛已經浸過冬菇 這樣就可以了 現在浮起 可以用碟蓋在表面 浸一浸浸 要浸多久 當然要看冬菇的厚薄 這隻都可以厚 當然跟我平時買的 就差一點 但不是浸半小時就可以 一定不行 如果真的要浸透 要浸多久 我現在是晚上 打算明晚吃 我現在就這樣浸 用碟蓋蓋一下 就是這樣浸 浸 昨天 我已經洗了一次才浸水 這一家就要隔了水 流溶 然後我們再洗這隻菇 然後 看看冬菇 超大隻 可能浸 浸了24小時 這個時間 已經不能定 我沒有剪定 但是我要洗乾淨 因為冬菇這些位置 看到嗎 我們也想洗乾淨 讓它沒有泥塵 然後我們就拿些粟粉 少許 然後呢 就是這樣搓一下 搓乾淨 每一隻這樣 洗 洗 有些人就覺得不用 看看你自己是哪一個 家裏 煮食的方法 那我家裏呢 就是要洗冬菇的 始終你煮了 你洗一洗都 不是說差很多時間而已 最緊要就是 煮出來之後 是一家人吃的 就是這樣 慢慢一隻一隻洗 洗完之後 就過兩個水 確定那些水 變回清澈就可以了 現在還有少許 我們就換多一次就可以了 回來 我們已經處理好冬菇了 本身這裏呢 就是有18隻的冬菇 浸泡后就会变成这样 如果你想要凉的话,这里大约80克冬菇 我这里十八只 浸泡后就变成这一盒冬菇 我们谈谈材料 材料是,这里有浸冬菇的水 调味有豉油 这里是2茶匙 这里有2汤匙的蠔油 有三粉水 有一块片糖 如果不想用片糖,可以加冰糖 我喜欢片糖的味道 所以我喜欢加片糖 有些姜和蒜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今天我会用一个瓦煲来做冬菇 首先我们先热一下瓦煲 开了炉 然后我们加些油 加多一点油 为什么呢? 因为冬菇也是菇菌类 它也是一些瘦的物 它也是喜欢油的 也会让它更香 你感觉到热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蒜头和姜放进去 它有点小小声 不是很大的味道 始终这是瓦煲 我仍然是用中火 我不想用太大的火 去做瓦煲 你听到它有点瓦煲 你听到它有点瓦煲 我们先炒一炒 越来越大声 亦闻到它有香气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冬菇放进去 这是一个简易的方法 有些复杂的方法 可能就要把冬菇蒸一下 我这个就没有了 最复杂就是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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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其他都没有了 现在煮很快就可以了 我们确保所有的冬菇 都是黏了油的 喜欢的话 你可以用肥肥肉 放在一起炆都可以 会香很多 当然有些人不吃的话 你想只做粟的话 就不下 煮好之后 煮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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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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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先把冬菇炆一下 大概炆一下 入味和收汁 起碼炆一下半个小时 起碼炆一下半个小时 很快 开中火 慢慢煮 待会回来 如果冬菇煮一下 开始有这些浮泡 最好搓起它 把它撕掉 如果我平时的冬菇 没有那么多问题出现 可能这只冬菇的问题 如果有这些 最好把它撕掉 这边有这么少水 如果炆一下 炆到未够半个小时 已经收干了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加一些滚水 让它起码浸到冬菇 一半这样 慢慢炆它 炆冬菇的时间 我可以做好生菜 待会煮好它 用来拌碟或墊底 现在我已经炆了18分钟 如果有浮泡 我已经不感一点 颜色开始很漂亮 啡色 我现在还没加豉油 蚝油 但你已经看到 那些汁 刚才是很水的 现在已经开始有少少硬质 在这个时间 我们就可以把 豉油和蚝油 放进去 然后就拌一拌 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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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继续炆 现在炆了18分钟 其实炆至收汁就可以了 大概炆了十多二十分钟 大概十多二十分钟 总共炆了十多二十分钟 应该完成了 因为它已经浸泡的时候 已经很软了 它很快就已经熟了 现在就是想将它的味道 放进去 现在慢慢等它 多炆一会 炆到冬菇的时候 这边 我们可以少少水 加一点油 就可以 煮出生菜 冬菇炆了四十分钟 已经可以了 刚才不是有生粉水吗 因为它已经收得很漂亮的时候 我就不下了 除非炆了 它还有很多水 那你就可以下 那 下了三碗水 它就可以 汁再浓稠一点 再浓在菜里 它就可以刮身一点 但是如果你觉得 好像这样 我自己觉得OK的话 我就不下 就可以上碟了 回来了 冬菇很黑 会拍到 有什么位置 让它可以再 我先试一下 加光一点 冬菇已经做好了 我夹一块给大家看一下 很大烟 这一只是团购买的冬菇 我觉得 出来黑炆 没有爆的位置那么漂亮 我平时在家製的 这些位置会很漂亮 现在看就好像一块黑色 那样 很浅色 这些菇的脸 但它很厚很大 看看后面 已经炆了 已经入味了 先试一下 好热 嗯 嗯 好有味 好滑 这只冬菇 它是滑那种 因为我平时吃那种 是 软滑得来 有少少 是再爽身少少 这个就很软 嗯 嗯 而且我没有我以前 买开的那么香 我觉得 但是如果 这样吃 用这个汁做了下去 好够味好入味 嗯 就来中秋节了 或者平时过时过节的时候 炆冬菇也是一个 家常必备的节慶菜式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做炆冬菇 看看下次我们再做其他东西 下次再见 拜拜 嗯 嗯 嗯